恢复了国力的蜀国 终于再次开始了北伐 尽管首战告负 但是指挥官姜维并没有放弃 为了实现先人的一致 他打算再次发兵发位 然而 袁征的负担沉重 蜀国内部的反对声 也日渐高涨 另一方面 在魏国掌握了实权的司马一族 稳固了自身的地位 但是一些人不满于专政 开始展现出不安稳的动向 内乱 以及蜀国的不断进攻 巨大的重担压在了 因战负伤的司马师的肩上 好 很难 不断进攻 尽管的 什么 是 我 什么 休得胡言乱语 皇后 姜维将军 你知不知道自己沉迷于征战之时 蜀国过的是什么日子 要是没有我 国内就会秩序大乱 刘善大人一定也会非常困扰 你疏于内政 为刘善大人强加负担 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情吗 但是 已故的丞相 将姜妹魏国的遗志托付给我 作为一名忠臣 我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个志向 这也是 实现仁义之师的必经之路 越是征战 国家就越是贫瘠 难道你想让身为皇帝的刘善大人 也过上穷日子吗 你们 不要吵了 姜妹 我很高兴你的这份心意 但 正如皇后所说 我们不希望让百姓过上困苦的生活 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只是身为臣子 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而已 皇后 你也只需做好你该做的事 只要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发挥力量 国家就能得以维持 我的分内之事 早已经做好了 刘善大人 卫国指挥官司马师已经不在了 齐帝司马昭继承了他的遗志 刘善大人 这可是难得的良机 现在正是重新开始北伐之时 江维将军 你怎么又再说这种话 而且距离上次北伐 根本没过去多少时间呢 确实 现在的准备还不算周全 但是 铁龙山一战中 我们曾将司马昭逼至绝境 赢得胜算 如果对方是他来指挥 就算准备不够周全 也足以应战 江维 我觉得 你似乎非常焦躁 你到底在着急什么 与魏无相比 我们的国力居于劣势 如果魏国攻入吴国 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的胜算就更低了 要及早 削弱魏国国力 增强我国国力 为此 我只能选择战斗 国力增强之后 生活也会更加富足 这也是在 为民着想啊 这样啊 如果能让百姓的生活 更加富饶 那我愿意相信你这番话 祝愿你能够马到成功 取得优秀的战果 刘善大人 那不过是在狡辩罢了 掀起战事 不仅不能让国家富饶 只会让国家越发贫穷 这样就不能召开酒烟 寻欢作乐了 王浩 刘善大人已经下了命令 你应该马上调整城内体制 以迎接战斗 这是我身为大将军的命令 唉 卫国内部果然陷入了混乱 士兵数量也比上次更少 这一次一定能行 不过和上司相比 我们的人又少了许多 运营大人和马带大人 也奉黄浩大人之命 前去处理成都的内政 无法前来参战 而且 虽然敌军人数较少 但看上去固若金汤 他们守卫如此森严 恐怕难以进行棋袭 虽然会耗费时间 但是只能逐一压制据点吧 而且 我们是远道而来 必须在兵梁耗尽之前 推进到陈仓 情况确实严峻 但并非全无胜色 各位 期待你们英勇奋战 为了我们的夙愿 一定要攻下陈仓 务必诛杀司马昭 必卫军撤离此地 已经完全进入了此地 也能无路可退 可恶 敌人也太多了 实在无法凝损局面 通知的无法凌厉 挥 都可以 我竟会在这里失手 白金池 第五 破砖 被迫 下 被迫 敌人 发 尽 破砖 硬 破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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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地反击吧 守护山路的甲冲大人败罪了 快快点派民过去 不要让蜀军渐进进攻 把敌人的援军吸引过来 只要敌阵防守薄弱 有军就能大举进攻了 赢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您的气势 认谁也无法阻挡 此地由我邓氏宰守护 想通过的人 先来与我一战 行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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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识破了我的策略 没办法 撤退 狄将 被我击败了 试试这招如何 赢了吗 要就好 那就好 您的气势 任神也无法阻挡 你真是大战神威啊 实在是了不起 你们真是纠缠不休啊 刚才是时候 所以你们前往西天了 怎么了 术博的将士 城门已经打开了 还是说 你畏惧我中世纪而不敢进呢 居 居然这么小瞧我们 大家上 一定要让他 为刚才的话而后悔 目标已经确定 你让我过来 居然中会大人的挑衅失败了 是被上天选中之人 竟然离开了我的计策 你真是狂妄 这招如何 这招如何 这是彻底玷污了我的战绩啊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您的身手真是名不虚传 你被包围了 你本身也在 奋戴敌军的消耗了 出血 不好 快撤 看来 都放弃此地了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的五勇一如既往的出色 我的计算也没有机会发挥了 只要能攻下此地 五军大本营就尽在职取 我们的王手活弱 一如既既将军压制吧 第一局的目标应该就是死地 地上们 强强守卫 一场一堆就能攻陷了 这不敢陷 快撤退吧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哦 您真是大战神威 如果支支不有 就会成为后骨之音 还是先夺回来吧 为了负起鱼两位兄长 我绝不能输 我要用兵器击退敌人 激动兵器 怎么没反应 这重复杖 快找人来修理 好 好 立即 由于 凯ше 不敢陷 现在 正是天赐良机 这个 把这一堂 光 你看 这招 不必须帮助此生곁 这次这招如何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如此强大真是太棒了 还有很多 他们是得知兄长已经离世才来袭击的吧 真麻烦 现在 怎么不得我说这句话 击溃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敌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 弟兄们 加强守卫 击溃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这招如何 这招如何 您的身上真是明目虚传 你会敌人吗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现在 击溃撤退呢 击溃敌人 这不过了 虽然打吓了司马杖王 但我光以止损失惨重 实在难以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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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称 大家一定以为内政忙得焦头烂额了 我本以为面对司马昭 一定能更轻松地大获全神 现在要强行滞留此地 只会增加损失 得不偿失 下令全军 准备撤退吧 都怪我过于轻敌 才陷入如此境地 丞相 今宁在天上 斥责我姜薄月吧 此次北伐似乎又不是很顺利 刘山大人责备的事 臣难辞其咎 但是下次必定成功 下次 姜薇 你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北伐呢 为什么 你要问我为什么 刘山大人 消灭曹魏 是刘备大人和丞相的夙愿 为了成就此事 将士们舍身奋战 百姓们也在努力支持着国家 刘山大人 您说这是为什么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不过 被伐之事 臣等必定会尽心竭力 但请刘山大人 向上苍祈愿我们得胜吧 可要是哪儿 何人 不 可要是哪儿 可要是哪儿 没关系的 心惨 这都怪我 是我自己表达不清我的心意 为了宏图大致 要让大家艰苦保战 想到这些 我心里就觉得痛苦不已 蜀汉 还有我们到底该向何处去呢 上次北伐失败 要归罪于我目光短浅 我愿担起责任 辞去大将军之位 担任后将军 大奉厥词地说着能够获胜 到头来还是这样一个结果 拜托你 不要再威胁这座城里的生计了 皇后大人 你为何如此执着于生计之事 刘善大人是蜀帝 也就是一国之君 只有一国之君过得极尽奢侈之能事 才能显示出国家的富荣 为了向其他国家展示蜀国的优秀 奢侈的生活必不可少 啊 身为帝王 奢侈是理所应当的吧 不过 刘备大人似乎从不奢侈啊 而且诸葛亮大人 也从未对刘善大人说过这些吧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 各位 我现在想听听姜维的话 好了 接下来你做何打算 我会做好万全准备 以期必胜 一切 只为我们最后一次北伐 最后 可不可以说说你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会在此次北伐中获胜 歼灭魏国 此前的北伐 我们都是徐徐推进 一路建立补给站点 但我已经明白 这样根本没有胜算 下次北伐中 我们要举全军之力 一举攻入敌人的大本营 我会准备周全 万般筹划 迎接最后一次北伐 嘴上说是最后一次 其实又打算重复之前的失败呢 连诸葛亮先生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也根本没有能力完成 丞相当时不顾性命 也要参加五丈园一战 如果再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已经获得胜利了 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战 凭上我的全副身心 一定能顺 是 将尾 我已经明白 最后二字的含义 希望你 能通过此次北伐 结束与魏国的征战 遵命 是 说得这么肯定 哼 真是个愣头青 魏帝曹毛 已被司马昭扳倒 这场内乱 正是攻入魏国的大好机会 如此一来 与我出身之国的战争 也该告一段落了吧 为了不留遗憾 我定会全力以赴 我觉得自己现在 背负着少主和诸葛亮大人的心意 要靠我们 赢得仁义之势 大家努力吧 孔明大人 没能完成的北伐 这一次 就由我们来代为实现吧 我和父亲 其兄长们首次战斗的对手 就是魏国 虽然那场败仗 让我失去了许多 但是 这一次我绝不会输 好 好了 我们上吧 一定要在此地 结束我们的征战 这是最后一次北伐 我们要全力以赴 击败卫军 下后霸枪有危险了 红河城 以为敌军的策略 而被包围 我太冒劲了 是无法突破负人的包围 但我就无能了 想吧 受死吗 对不起不断 还是攻进 这招如何 将城内的蜀军 减灭吧 不断 确实这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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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山霸人的英姓 可以激励我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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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准临阵逃脱 一定要死守此地 刘山霸人的这招 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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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走吧 总在这里发呆 会被大家笑话的 我的智梦 就无法取杀了 真是强劲 此地已在我的保护之下 心没能杀死那个叛徒 虽然遗憾 但现在只能撤退了 这下任务失败了 真高兴自己能活下来 不就让我 不想投阳来报恩吗 想要得到我们的帮助 那就需要你们 听从我们的要求了 你们要帮忙收集 对我们一族来说 不可或缺的材料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刘帅大人 您太厉害了 材料极其了呀 这下我们可以来帮忙了 只要有了我们 那群卫军根本不算什么 来见识一下 西方异民族的力量吧 那我们也要向陶阳进军了 一起将魏军铲平吧 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累了 父亲马上就会下令夹击 在死之前 我们要守住部队 敌军气势惊人 该去向零星将军 我求剑将军 请求援军 这是这招如何 这下根本无法驾击 不急 请您原谅我 这是这招如何 这是这招如何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可恶的蜀君 竟然盯上侯和城 应该是来救助夏侯霸的吧 快将这件事情通知侯和城 我们走 这招如何 这招如何 要阻止那个人才行 那么努力 一定会很累吧 不急 不能完成 这 可恶 被敌人追上了 我还要通知侯和城的伙伴 卫军传令 已经全军覆没 这样 就能在他们加强戒备前 救出夏侯霸大人了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刘三大人 您太厉害了 这招如何 报告 从卫军投降的王冠大人 出现可疑动向 可不可以请您帮忙 跟踪王冠大人 切记 不要被他发现 为什么要跟在我的后面 难道是 我的计策败露了 赢了吗 赢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报告 从卫军投降的王冠大人 出现可疑动向 可不可以请您帮忙 跟踪王冠大人 切记 不要被他发现 必须去看看 有无遭到跟踪 我的策略 已经顺利成功 约定之物也已带来 您没事啊 等我们做好准备 就去会合 蜀军得来的军粮 终于得以确保 这下他们的补给战 就能停滞不前了 就会攻准了 呀 ук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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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将军装投降之际,进行顺利 蜀军的口粮,已经被我夺走 不,皇冠大人似乎被敌人攻凑了 带上兵粮,逃出城镜 好,快命令士兵拦住蜀军的脚步 我们就趁此机会,带着军粮逃离此地 这招是皇陈兵的 幻剑齐发 人护秋剑大人的撤退 蜀军看穿了我的侧眼 明明只差最后一点 蜀军看穿了我的侧眼 莫失手的 这不算做最后一步期 让我们,来复合防御吧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 蜀军看穿了 但军粮都运不出去 我输了 被夺走的军粮全都抢回来了 谢谢 蜀将 被我击败了 我记得太好了 蜀军看穿了 赢了吗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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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像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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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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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命令 真是来得太不凑巧啊 只差一点点 我们就能冲垮卫军的防线了 可恶 千态难逢的良机 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放走吗 可是 说成都有极变 到底是什么事呢 不知道 不过 竟然让全军坊 恐怕是他相当严重 不要再醒了 快马下鞭 速去速回 刘善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姜维 什么 我这还正想要问您呢 你在说些什么呢 我一句都听不懂 据我所知成都还是很平静的 什么 那 那陛下您吓杂的火速返回的命令呢 是谁 为了什么 有什么人 假借我的命令下的命令呢 真是奇怪啊 你 有什么人 在我的视线之外 在我的视线之外 这属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 这事 你 要是 有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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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什么鬼 你 不愿意 你 你 尽之责 刘善大人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父亲创立这个国家时 每个人都集结于 相同的信念之下 但现在 甚至有人会冒充我的命意 去干扰友军的活动 星才 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要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重新团结一心 刘善大人不仅是蜀国的皇帝 更继承了刘备大人的人德之志 如果您能向众人展示您的志向 大家 定能团结一心 但是 要怎样才能 展现信念 这 虽然我也有自己的信念 但我不知道 该如何去做 我过去 曾经听说 父亲 在见到诸葛亮前 也曾犹豫不决 不知如何是好 而就在犹豫不决时 他遇到了诸葛亮 也决定了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 我也是时候告别有欲 决定自身的前进之路了 刘善大人 刘善大人 三天 也够了 ,三天 不然 刘善大人 魏国正在向长安集中兵力 看来他们是打算攻打蜀国 请尽快掉鸡兵马 做好准备 将为将军 我们可不会再上当了 你不过是想随便找个借口 好继续与魏国开战吧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过是在阐述事实而已 魏国一定会来袭 如果不加强防卫 输国就危险了 但我怎么没有接到这个消息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 之前那次已是最后一次北伐 你还是老实一点 通通快快地认输吧 我并没有输 那是有些奸贼在庙堂上耍的手段 真 真丢人哪 竟然找出这种无聊的借口 将为说敌人即将到来 黄昊却说敌人不会来 到底谁的话才是对的呢 报告 巴西的哨兵发现了卫军 果然 敌人已经逼近眼前了 刘帅大人 你也听到报告了 我们立刻赶往巴西 迎击敌人 那好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老师 他在啥子 我找到 你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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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儿 什么 你封门 我封门 你封门 这儿 我封门 我封门 你封门 你封门 终会率领的部队 已经逼近剑阁 我们也必须尽快 做好迎战态势 奇怪的是 以前一直迎击我们的邓爱 没有现身 他到底去了哪里 报告 邓爱率领的部队 袭击了成都以北的江有 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已经穿过棉烛关 大聚攻向成都 什么 想不到 他们竟然从北面来 大量的士兵都来到了这里 目前 成都的防守非常薄弱 留在都城里的其他人 都还好吗 必须尽管赶回去啊 但如果 这里防范薄弱 又会被中会趁机攻向成都 敌人两面夹攻 我们极难守得周全 但是 这一仗绝不能输 各位 为了我们的志向 无论如何都要击退敌人 我 海的蜀国百姓 一同被卷入了战火 现在似乎没时间犹豫了 我必须做出决定 我究竟 该如何处理这个国家 魏军已经攻进了成都 不管用什么手段 也要击退他们 只有我们能力挽狂澜 拯救蜀国 大家 要齐心协力 共同对抗敌人 蜀国里 应该存在着魏国的内应 战前的假消息 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要收集情报 找出这个叛徒究竟是谁 然后将它除掉 让蜀国重新融为议题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应该是 刘善大人身边的人叛国了 我 我才没有企图叛国 对了 还是 炎羽将军较为可疑吧 炎羽大人 董爵大人 诸葛瞻大人 关系密切 时常能看到他们一起密谈 难道 炎羽大人 虽然不少人 都很反感姜维将军的做法 但更多的人 都愿意支持他 诸葛亮先生去世后 皇后大人当权 但总觉得 他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确实听说过叛徒的传闻 董爵大人 会不会知道点什么 你竟在怀疑我 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 难道是董爵 是 此地的攻防 会左右战局 就由我们 负责防守 是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卫军已经被击退了吗 竟 竟说我是叛徒 开什么玩笑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知道 我与卫军勾结 出卖我的人 到底 是谁 叛徒已被处决 这下 大家就能重新团结一致的 去战斗了 狄将 被我击败了 您在战场上的英姿 令我着实 报告 已在城都南边 抓获探组 原来是密谋 从南面引敌人进来 这招如何 这是守军的王牌 也战车不对 如果造型 还真是好心 依人的实力 真是深不可可 无论如何 我都要坚持下去 我未能够把一战车固定 看来 可爱的造型 还是威力所在 一战车总算也撑过了这次劫难 这一战车 就能鞏固成都的守备 压制那个距离 一切反抗 岳英大人的虎战车部队开始前进 他目前正在成都东边迎击敌人 岳英大人 敢进不进 这样东面的守卫 就更加牢固了 上吧 文虎 我们要攻下诺城 大东前往成都的道路 只要与大哥同在 就不会出现问题 这座城池是我们的了 与有军会合 机会以防战斗力吧 各位 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来 我竟没能攻陷落城 看来我和英神的差距 还很大 目标已经确定 弯弯敌人的针脚 瓦解其斗志 战斗的精髓 就是占领要定 却把敌人的据点 收为机遥 是我们攻下这里 我们就正在支持了 这座城战 已被卫军压制 我们藏起来的军粮 也是我们的了 这里的战斗 我们军粮 不是防卫城市的必要之物 我愿意 都要夺回来 真 真 那具蜀军也真够拼的 好不容易 才夺到了他们的军粮 太好了 应该都不难过回来 好 快去军队 迎击卫军吧 没了军粮 根本无法战斗 看来只能撤退了 这一代的士兵 早已疲惫不堪 其中 也有人想向魏国投降 我们不能失去他们的力量 要是能阻止他们投降的想法 我 愿打算前去投靠卫军 不过能在此被您发现 反让我松了口气 我还是 想作为蜀将而战 你 愿意相信我吗 蜀军夺回了那座城战 难道蜀军还有胜算 您的精彩表现 撼动了士兵的心 只要再加把劲 就能让他们 难道蜀国 开始占上风了 那我们 也要坚持住才行 努力奋战吧 我都说了要向魏国投降 早日如此 还不如继续作为蜀军战斗 您的骁勇善寨给了我勇气 您的骁勇善寨给了我勇气 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不知不觉见 我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我们 根本无法胜过魏国 但 在看到大家的表现后 我重新涌现出了希望 希望 能再一次与各位 并肩作战 多数人都愿意重新考虑 投降仪式 这下 可以与他们并肩作战了 这个剑阁已经归我所有了 此事已毋庸置疑 你开什么玩笑 好啊 就会为你自己抹黑 这招如何 这种存债 任何时候都可以攻下 总 总之 现在先撤退吧 总算守住剑阁了 这下可以放心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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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月子弟 攻向成都 有这种事 我认为 真 让苏晨继续前进 也会将你们拦在这里 为了完成任务 开始移动 目的地点 就是那里 真是守卫尊严 必须考虑其他进军物件 虽然敌人不好对付 但还是要誓死神中辅地 敌人或许会从这座桥进军 还是在卫军到达之前 将桥击落吧 桥梁附近有工作兵 可以让他们帮忙动手脚 由那座桥攻入成都 一次地消之前的失败 终会率大军前来 要是被他闯入成都 那就完蛋了 为了阻止敌人进军 我们要击落桥梁 可不可以帮忙破坏小墩 是 遵命 你们居然想击落桥梁 才不会让你们得逞 绝不能让他们存回桥梁 让我们快去强占这座桥 何物 遇到其他路线了 撤退吧 雷军部队已经离开 这下工作效率能变得更高了 何物 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 这是这招如何 一叫 被我击败了 这是这招如何 你的五勇一如俱往的出色 这是这招如何 竟然尚未渡桥 就撤退 真让人不快至极 虽然没能击落桥梁 但只要能阻止中会进军 就已是万幸了 这招如何 这招如何 竟然尚未渡桥梁 这招如何 竟然尚未渡桥梁 乖乖投降 该有过 作为 很希望死在我的手 请收等一下 报告 路程已经击退了敌军的进攻 好 好 这下北面 就不会再遭到攻打了 我不该为此生开辟道了 好 这个势力 这招如何 命不久矣了 会被水军的强大性质 压制了 到底能抵抗到什么时候 太好了 我们成功守住了程度 你们对国再来多少次 我们都会 这次 少了 但是 国家和百姓都已疲惫不堪 江维 感谢你 一直为国尽忠 如果 我们结束这一切了 刘善大 您在说什么呢 难道您 舍可 却 让 一 二 三 宣誓 停止前进 我是卫军大将军 司马子尚 刘公寺 不 属地刘膳 是吧 你已经决定好了吗 这一切都结束吧 只要争斗还在继续 悲伤就不会断绝 司马昭大人 我都会决定了 你只会决定了 这一切都会决定了 你只会决定了 你只能决定了 多谢 足够了 蜀汉 彼此投降 我在此接受投降 是 从今后 软事结束了 在此接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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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维 抱歉 让你受苦了 不过 没想到真的能让我们见面 司马昭大人真是宽容啊 刘善大人 为什么要投降 我们明明还能战斗 还能继续 实现呈现他们的心愿 可是 我不求你的原谅 现在 我已经累了 不想再战斗了 就因为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必须认输吗 让我们的心愿 我们的心愿 就不肯定是 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心愿 要不肯定是 你不肯定是 你不肯定是 任何包袱 这怎么能 不必再说了 姜伟 结束了 蜀汉的战斗结束了 灭亡了 作为败军之将 他被带到了洛阳 悲哀 失望 轻蔑 在百姓种种目光的注视下 刘善踏上了旅程 由于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他曾承受着众人的期待 如今 又要背负着百姓的怨恨 离开 你们来送我了啊 多谢 求善大人 不认为这一样 为大人的天下 你这个狐军 没有柳山大人 以后我们该如何是好 各位 请听我说 我会在 洛阳愉快地生活下去 因此 各位 希望大家也能幸福的生意 希望大家也能幸福的生意 宗哥 真的亡了 不要再回来 我们还尽你为帝王 温君 这是谁啊 温君 温君 不要再回我们守国了 温君 温君 人 温君 看一眼 不认为这儿 你可 也不认为这儿 明星 在外面 他 你这儿 你能不能换 你说 我 为了实现父亲认识的梦想 许多人都失去了生活 是我灭亡了蜀汉 是我践踏了他们的意愿 这殿堡 就请让我承受一下 拜托 拜托